维峰市华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13年 坐落于维峰市峡山区新兴山区域 规划占地面积3000亩 公司以高科技高附加值种植业和养殖业为基础产业 打造纵向产业链 并配套引入生态旅游观光体验项目 将昔日的旧矿山建设成为 集科研 种植 旅游 科普 文艺体的以色列生态农业示范园区 华尔农业董事会 由企业管理经验丰富的房永新博士 前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外交官波勒先生 即有丰富国际贸易运营市场开拓经验的王春林先生组成 在优秀领导团队的带领下 公司不断引进先进的以色列高科技设施农业技术 在园区内运营和示范 并向国内及国际市场连同成熟的运营模式 以焦钥匙工程方式进行复制和输出 符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华尔农业释放园区一期自动化水培工厂项目 占地五十五 引进了以色列自动化水培工厂专类技术 该技术由中央控制系统 环境系统 肥料系统和水处理系统组成 可实现实时监测并控制植物生长所需的温度 湿度 营养液浓度等 该系统独特且先进的设计 使农业实现了暗单排产 同时有效避免了传统农业土壤板结及污染等的威胁 水培工厂的年产量可达到每平方米一百五十斤 是传统种植方式的五到十倍 且不适用任何能量百分百零农残 该水培的种植体系在国际上已获得严格的GAP认证 BRC检测以及ISO体系认证 该水培工厂以采摘超市形式向广大游客开放 工厂内还开设了科普讲堂 以色列文化长廊 亲子教育等项目 向大中小学生和大中消费者展示我们的 盐棉水培技术 盐棉滴灌技术 水培草莓技术 自动化旋转伏板叶菜种植技术 自动化卷板营养层叶菜种植技术 使它们在这里不仅可以亲身体验采摘之乐 又可以学到现代农业知识 了解以色列历史和文化风情 二期公司将引进以色列水肥一体化技术 建设1500有机农产品种植基地 引进以色列高密度循环水养鱼技术 建造自动化养鱼工厂 同国际知名育种专家合作 建设育种研究中心 引进以色列技术建设育苗工厂一作 华裔农业拥有强大的技术团队 以色列格普总裁 农业自动化专家李奥海塞尔先生 和英国知名农学家杰弗瑞史密斯先生 作为华裔农业特聘专家 已经与华裔农业签订并执行联合研发项目 美国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邓兴旺博士 将把华裔农业的种植基地作为示范基地 强大的科学家团队 持续优化华裔农业公司技术体系 将助理高科技设施农业产业化的推广 华裔科技创变农业 设施农业集成供应商